真的太洁气了 牧羊犬抓住了猎杀牛的狼 将其按在事发现场 狠狠一顿摩擦 牧民在早上带着他的两条砍高犬出门 目的是为了拍下猎杀同村牧民牛的狼 据牧民讲述 有狼群在昨夜袭击了附近一位牧民的家畜 在村口不远处吃掉 狼群可能刚刚撤离 于是牧民拿起相机出门碰碰运气 试图拍下猎杀了牛的狼群 虽然此时已是冬季末 但在阳光晒不到的地方 依然覆盖着大量的积雪 这或许便能理解狼群为何不惜铤而走险 在牧民家门口猎杀牛群 山上的青草尚未露出地面 牧民的游牧生活还没有开始 狼群想要在山上填饱肚子依然十分困难 他们只能延续老办法 夜里出现在人类活动的区域 猎杀家畜或叼走一些护卫犬 然而 今年土耳其的冬季 异常寒冷而又漫长 在生死线徘徊的狼 最终选择体型数倍于自己的牛下手 一个早晨的搜索牧民一无所获 时间来到傍晚时分 牧民经同村牧民提醒 狼群回来了 在他给到的画面中 对面山坡出现了四匹狼 他们出现在半山腰的位置 借着灵星的灌木丛朝画面左侧移动 在我之前一期视频中 也是这位牧民 他在今天同样的位置 发现一匹出现在对面山坡 想要遇袭击牧民的狼 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处山坡已经成为狼的固定观察点 他们居高临下 以便观察牧民一侧的村子 狼群再次回来 不出意外 他们是来吃昨天夜里没有吃完的牛 狼群还算给了当地人最起码的尊重 并没有第一时间从山上下来 而是准备夜里返回案发现场 再看牧民的牧羊犬 他异常平静 只是静静看着狼出现的位置 看高犬的反应在牧民意料之外 他并不知道牧羊犬在放长陷掉大鱼 时间来到晚上 牧民村子里的牧羊犬开始叫个不停 牧民判断应该是狼回来 他急忙检查了拴在院子里的牧羊犬 因为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听到 下午和他一同发现狼的牧羊犬发出叫声 带牧民走近一看 原来 他的牧羊犬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挣脱了铁链的束缚 跑了出去 几乎没有意外 牧羊犬去抓狼了 而且 刚刚村子里的牧羊犬叫声 似乎说明牧羊犬和狼的战斗已经开始 夜很黑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牧民有些犹豫 他要不要去牧羊犬狂吠的位置 去支援他的牧羊犬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 牧民还是决定去支援他的牧羊犬 在狼猎杀牛的位置 牧民发现了他的牧羊犬和村子里其他三条牧羊犬 他们合力抓住了一匹猎杀了牛的狼 狼可能没想到 会从黑夜冲出来一个牧羊犬群 因此他还没有来得及逃窜便被牧羊犬抓住 昨天一天牧民都没有更新 我就知道有大事发生 果不其然 在他最新上传的视频中 狼来了 注意看 夜里这三双泛着幽光的眼睛 他们是狼 狼群来抓牧民的砍高犬 他们徘徊在牧民家门口的空地上 吸引他的砍高犬追出去 然后抓住他 而事情还要从一个小时前说起 牧民在晚上的时候 忽然听到院子外面的牧羊犬叫不停 然后就发现他的一条砍高犬不见了 牧羊犬消失在黑夜中 牧民急忙吹口哨放牧羊犬回来 然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 他并没有发现牧羊犬的身影 而且院子里的牧羊犬叫声更加激烈起来 可以相信在牧民没有看到的地方 他独自去追狼的牧羊犬 已经和狼发生了冲突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为何只有一条牧羊犬去追狼 事实上 这条牧羊犬他从未被拴着 在牧民之前的很多欺世品中 在别的牧羊犬都被拴着的时候 只有他在院子里游荡 可能是这只牧羊犬比较听话 从不乱跑 又或者是他战斗力爆表 从拴在院子牧羊犬狂吠的方向来看 狼群可能已经将牧民的家包围 只不过他们恐于行踪已经暴露 并不敢直接翻越铁丝网 来袭击牧民的牧羊犬 牧民很是替独自追狼的砍高犬担心 因为他并没有给牧羊犬佩戴防狼项圈 如果这是一些一狼狼 数量足够多 抓住一条成年砍高犬 并不是什么难事 牧民在家门口的空地里 观察了许久 在院子对面马路边堆积的积雪 使他无法看清空地发生的情况 这里可能又会有人问 牧民为何不放出其他砍高犬 去支援独自追狼的牧羊犬 事实上追狼的牧羊犬越多 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他们会追出太远 一些落单的牧羊犬则有可能被狼抓住 相反 独自去追狼的牧羊犬在没有同伴支援下 并不会跑太远 牧民的口哨声终于起到了作用 独自去追狼的牧羊犬回来 而在他身后 狼群尾随而至 也就是视频开头一幕 狼群出现在牧民家门口的马路上 还好恐于牧羊犬群和牧民的存在 狼群并不敢冲过来抓牧民的牧羊犬 不得不说 这画面是真的恐怖 狼群距离牧民不足50米 狼群在察觉无法将牧羊犬吸引出来后 最终选择了撤离 而牧民则检查了他独自追狼的牧羊犬 没有丝毫意外 牧羊犬和狼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牧羊犬子因为没有佩戴防狼项圈 因此脸上和嘴巴以及身上 多处被狼咬破的伤口 不过伤势并不严重 牧羊犬的英勇值得鼓励 牧民对牧羊犬进行了奖励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很快狼群似乎又回来了 牧民院子里的牧羊犬又开始不断狂吠 据牧民说 这些狼群出现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并不常见 他也是第一次见 为了防止牧羊犬再次和狼发生冲突 牧民果断给他带上防御力更强的防狼项圈 以防止他再次出去和狼打架 这种用钢钉制作的项圈 在和狼的搏斗中不易变形 反伤效果更好 还好牧羊犬恢复了理智 夜里并没有对狼群展开猎杀行动 直接来到白天 昨夜和狼群发生冲突的砍高犬 已经恢复到满血状态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当天夜里的时候 狼群又回来了 牧民拴在院子外面的牧羊犬叫个不停 而且更恐怖的是 从牧羊犬狂吠的方向来看 狼群很可能已经闯进了村子 村内其他牧民的牧羊犬也叫个不停 牧羊犬群的狂吠声响彻牧民所在的村子 不过 这次为了避免牧羊犬和狼群单打独斗 牧民放开了其他的两条砍高犬 其中一条便是昨天夜里被狼群咬伤的牧羊犬 在牧民给到的画面中 院子对面的公路上出现了一双眼睛 那是牧民在吸引牧羊犬朝它的位置追去 以便在远离牧民的空地里 趁机伏击追过来的牧羊犬 而牧民的牧羊犬明显有些上头 毫不犹豫追了出去 牧羊犬和狼在空地爆发了战斗 因为拴在院子里的牧羊犬狂吠声 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他们听到了空地上的打斗声 只可惜他们被拴着 无法去支援自己的同伴 要说牧民不替他的牧羊犬担心 是不可能的 院子里的牧羊犬在不久后便都安静下来 这可能是因为牧羊犬追着狼已经跑远 又或者狼叼走牧羊犬已经撤离 因为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牧民急忙试图换牧羊犬回来 但两条牧羊犬的身影许久没有出现 牧民终于坐不住了 他决定去支援他的牧羊犬 为了防止在夜里寻找牧羊犬遭遇狼群 牧民给他的朋友梅苏特打起了求助电话 让他放开叫卡拉的砍高拳 先一步去空地支援先前去追击的牧羊犬 牧羊犬和狼的冲突应该很激烈 因为在牧民与朋友梅苏特会合的路上 依稀还能听到空地传来的犬吠声 和梅苏特会合后 他们决定沿着公路朝村子外移动 在此期间 牧民一直试图用口哨声召唤牧羊犬回来 不过据朋友梅苏特讲述 他叫卡拉的砍高拳 在他打开犬舍的大门后便一路绝尘 朝对面空地跑去 去支援在空地和狼交手的牧羊犬 因此三条成年砍高拳 对战一个狼群还不至于被狼抓住 在地面上 牧民发现了一些牧羊犬和狼搏斗的痕迹 它们的足迹一直延伸到空地中央 马路一侧的积雪很深 在夜里去旷野寻找牧羊犬几乎不可能找到 牧民和他的朋友在马路上徘徊了许久 朋友梅苏特的牧羊犬首先回来了 他累坏了 不过在他身上并没有明显的战斗痕迹 朋友的牧羊犬回来了 牧民旋即回家 他估计自己的牧羊犬也应该回去了 果然 他去追狼的牧羊犬已经回到院子里 牧民检查了牧羊犬的身体 在牧羊犬的身上牧民发现了一些和狼搏斗的痕迹 不过 他们应该没有抓住狼 因为在牧羊犬的脸上并没有血迹 可能狼群在发现叫卡拉的砍高拳赶来后 急忙选择了撤离 因为牧羊犬很难在空地追上狼 他们则和狼群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隔空对骂 口干舌燥后返回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